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就說華為太子女孟晚舟的代表律師 正向加拿大法院提出申請 終止執行將孟晚舟引導到美國的司法程序 與此同時 大陸的官媒《人民日報》 刊登了一篇文章 要為孟晚舟申冤 以及怒斥匯豐銀行 這篇文章的標題 就叫做孟晚舟案證據公開 匯豐銀行扣陷 美國一手炮製 內文重點 我就濃縮了為兩個 首先這篇文章就說到 說公開證據表明 所謂孟晚舟案 完全是美國炮製的政治案件 匯豐銀行參與扣陷 惡意造局 拼湊材料 獵造罪證 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孟晚舟是清白的 真是豪情壯語 不過 刊登這篇文章 實際上對於 外國的司法程序 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加拿大是司法獨立的 這篇人民日報的文章有兩個重點 第一點 聲稱匯豐銀行的指控不堪一擊 裏面就說到 美國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訴紀錄聲稱 孟晚舟對匯豐隱瞞華為和香港聲通的關係 從而誤導匯豐繼續向華為提供銀行服務 匯豐因此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制裁法案 面臨民事和刑事罰款的風險 孟晚舟對匯豐構成了欺詐 實情 這篇文章就說 匯豐由始至終都知道華為和香港聲通的關係 但是匯豐就假稱不清楚華為和香港聲通的關係 這是公然說謊 第2個重點是什麼 都是關於匯豐銀行 就說匯豐銀行 根本上就是惡意做國 配合美國扣陷華為 其中隱藏著巨大的利益交換 匯豐充當受害人去舉證孟晚舟 以此換取美國的卸面 逃脫美國司法部對匯豐洗錢重罪的刑事指控 正是從2012年起 匯豐一步一步設置陷阱 目標鎖定孟晚舟 同一年 美國司法部認定了匯豐有參與洗錢的活動 因此匯豐支付了19億2000萬美元的佛金 並且跟美國司法部達成為期五年的延期起訴協議 最終沒有人被起訴任何罪名 匯豐才是逃過大劫 而且19億美元 當然是相當於匯豐五個星期的利潤 這篇文章第二個重點就是 反正說到匯豐銀行 主動參與 去扣陷孟晚舟 當然 這宗案件的真相是怎樣 仍然是有待當地司法來判決 才會得出結論 現在《人民日報》所說的事 只不過是一面之詞 但是從這篇文章 亦可以反映得出 有一個訊息非常強烈 就是中共 不信任匯豐銀行 而且對於匯豐銀行的所作所為 擺明 就是看他不順眼 故此 匯豐在過去兩年以來 一直對於中共政權 正如彭督的形容詞 正如說 就是扣頭 在2019年的時候 8月中 我記得是 匯豐銀行行政總裁 黃東姓湘 接受新華社採訪的時候 就這樣說 說社會絕不應該鼓勵 和容忍任何暴力行為 全體市民必須向暴力說不 金融界應該團結一致 拒絕接受或者參與一切 有損香港國際聲譽的行為和活動 堅守崗位 同心合力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真是不知道他所說的暴力行為 是說警察對付市民 還是什麼 另外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他支持了港區國安法 這個就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 搞到匯豐銀行 其實就變了 豬八戒照鏡 兩面不是人 為什麼呢 一方面他就向中共救頭 但是現在這篇文章很清楚反映得出 中共一點都不信任匯豐銀行 但是同時之間 匯豐銀行叩頭這個行為 就使得英國政界有所不滿 甚至乎有些議員還說要傳召匯豐銀行的代表 去到下議院那時候進行聆訊 而且不知道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反制行為 現在看回頭 匯豐銀行的一連串 叩頭行為 其實到最終 都是徒勞無功的 不僅是匯豐 有其他英資洋行 他們所做類似的事 其實去到最後 都是一樣徒勞無功的 比如說 就算太古也好 國泰也好 他們都是做類似的事 叩頭就已經是十足 只不過到最後 不信任你就是不信任你 就算在九七之前 他們如何 搞盡老汁來部署好 在九七之後 到底怎樣可以保留 英資企業在香港的利益 他們已經想到非常之厲害 又說要怎樣跟國行互控股權 又這樣那樣 總之 搞到所有的事非常複雜 使得他們始終 牢固地掌握到這些英資企業的控制權 只不過 他們這些的橋段 在一個自由社會當中 就真的能夠發揮到應有作用 倘若他的對手 他是非常之尊重合約精神 以及是信守承諾 他們這些的橋段當然是沒有問題 只會令到他們的地位 是更加之固約金湯 但是現在他們面對的對手是中共 比如說國泰 人家只是一招 叫做領空權 到底是跪低不跪低 你現在匯豐銀行 現在有整篇這樣的文章給你嘗嘗 你可以是怎樣做呢 實情 到最後 不被中共信任 就是不被中共信任 這件事是沒有辦法扭轉的本質 始終來說 他就不是當你是自家人 就是這麼簡單 跟著說的另一件事 其實 都是有異曲同工之苗 正正因為你不是自家人 所以 始終來說 你是不獲信任 這班就是香港的藝人 這件事是說什麼 就是大陸的廣電總局 較早前召開了會議 部署要調度抗戰 抗美援潮 抗疫題材的電視劇 同時提出了四點要求 第一就是要突出思想價值 宏洋抗戰和抗美援潮的精神 說好抗擊新冠疫情的感人故事 第二加強劇目管理 要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大事要事謀編佈局 播出劇目要嚴格落實 播前審查 第三 做好科學規劃 和脫貧攻堅題材劇集 播出的安排 融合協同 第四 形成主旋律突出 百花齊放的播出格局 即是說 根本上搞完這一大輪的事情 就是要加強對於意識形態的管控 較早前 我們已經提及過了 大陸有很多圖書館 他們說要找出禁書 全部付諸一句 即是燒毀了 用一把火 好了 這個圖書館整頓完以後 又輪到電視劇 基本上大陸的商業電影電視劇 空間 根本上就是越縮越窄 他就是要加強意識形態管控 本來在大陸就已經有非常多的題材禁記 是不能拍的 現在只會是更進一步 所以你說大陸的 商業電影電視劇 哪有可能回復得到以前那種 空間 因為他一收網 收網的時候 創作題材就會收窄 那些人寧願不看 套套都是 建黨大業 建國偉業 有9億人口 月收入是2000元人民幣以下 如果叫人家真金白銀子 在戲院看這些東西 可能不看 好過看 節省 對於香港的明星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悲歌 為什麼呢 本來這群人回大陸賺錢 嘗到甜頭 尤其是最初向香港的演藝人員開放 這群人真真正正吃到第一口的北水 嘗到甜頭 於是引來一窩蜂所有的演藝人員 幾乎全部都是北上的 全部回大陸賺錢 搞到本港的市場是真空 基本上 港產片 真正完全港產製造的 電影 每年都是減少 去年都只剩下個位數字 你說在 十多年前 根本上是沒有辦法想像到的東西 但是 現在這群人面臨什麼問題呢 第一 就是生存空間不斷收窄 大陸現在正在實施 對於香港和台灣來的演藝人員 一種邊緣化的措施 就是要限制電視劇集或者電影 起用這些人的數量 已經令到他們苦不堪言 第二 就是既然要限用你的時候 根本上如果你做不到一線 只不過是在做二、三線的人員 不被起用的機會就很大 但是這群人 就已經是常習慣了在大陸的滋味 賺慣人民幣 你叫他們回頭 根本上第一 就沒有這個本地市場 可以容納得到這群人 第二 這群人繼續在大陸又攪不起 變成好像無主孤魂一樣 此外 就算在大陸繼續攪得起那些藝人 他仍然是要擔憂一件事 就是稅務安排的問題 以及就是他到底賺了那些錢 能不能夠 自由地匯回來香港 能不能夠有資金流通的自由 因為說 拍一套劇集 每一集就是 七位數字人民幣的片酬 如果拍五十集的話 就說是五千萬 除了稅以後 還有很多可以付 到底這些錢 可不可以出境 這些也是問題 都不要說起用港台背景的藝人的時候 要限制他們的政治表態等等 這群人就算肯聽話 也未必有工作機會 故此 大陸的手段真的很厲害 首先就是以重金 吸收你那些演藝界的精英 回去大陸那裡做事 然後逐漸把你那群人邊緣化 但是同一時間 你本地的市場 基本上就已經是位於一旦 因為根本上都沒有生產 沒有生產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不能夠培養得到新一代的人接班 就是會使得那些演藝人員 台前幕後 一種青黃不摺的現象出現 所以大陸那些招數 真的不輪到你不服 你說那些演藝人員有沒有錯呢 我覺得沒錯 史記的科席列轉話就是 天下稀稀 皆為利來 天下樣樣 皆為利往 那些人只是求利 求財 他不是求氣的 有錢賺難度他不去嗎 一定就像燈鵝撲火一樣撲過去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